美国已经是一个 自己国内已经一直在吵架 更何况在国际上 他是唯恐天下不乱 美国的政策 在国际事务上 其实是一直在搅局 他今天见缝插针的话 看到香港 这个就是让这些人 不知道 自己不知不觉中 准备当炮灰 他会在背后一直在 耸动 鼓励你去搞乱 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 我们可以 续受很多不同的压力 我觉得不担心 压力越大 我们反弹越强 我们中国是 尊敬得起 炒烟 相信现在没有什么 可以妨碍我们中国发展的 我坚决反对暴力事件 对香港问题 我坚决拥护一国两制 相信港府能够有能力 治理好香港 尽快平息暴力 重建社会秩序 我坚决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